前天,七七的凌华社遺物小毕业了,搜刮了层岩巨渊,生满了流明石,主线做到了逊迷。那么,第二十与二十一天,开始。 周日是周本刷新最后一天了,本来,打算这周升到五十级再挑战更高届的,看来是来不及了。挑战惹陀龙王。 差点全军覆没,把七元胚,七七打算留着给砂糖做一个高级的石砂金箔,挑战雷神。 伤害稍微有点不够,不能一波带走,不过还是轻松击败。 特瓦林,林华一个大招解决。 回到地下矿去,把和志穹有关的长期任务做了。 大好,开始推进薰米主线。 见到了小草神。 花神之舞。 得到了关键的草主二命,提升的三秒挂草时间对赛诺很重要。 接着,把一只没做的森林书做一下,这也是个非常长的世界任务。 还剩最后一个小篇章,留着下次做吧。 最后,深渊已经很久没打过了,试着打一下。 一只层稍微卡了一下,不过问题不大,打风机关会出手。 十一层问题就有点大了。 圣海兽虽然刮了两分钟,但下班萨诺很快就打完了。 到了第二间,林华爆发高,能在冰营开盾前秒杀。 纯水动物原伤害太高了,萨诺队友都是小脆皮,几乎是一碰就死。 好吧,不熬了,现在也攒了不少原石了,抽几发。 西风姐,现在已经进三了,给三诺队的行丘非常好用。 到此为止,现在已经垫了四十多抽了,等级也快五十级了。 那么,明天接着加油,好了,拜拜。